今天公司组织带来聚餐 可以带家属 我带你一起去 谁是你的家属 你如果怕人多的话 你给我单独吃个饭 你怎么没有跟社友他们出去玩啊 今天他们去中心工厂 在家跨年倒计时 我觉得人多 而且颐河太冷了 我不想出门 那我一叫你们就出来 我爱死小姨 你谁啊 你发什么神经啊 我告诉你 你刚才就算是动手 我也会还回来的 姜颖姜颖 姜颖又在楼下闹闹 我先让保安把他拦住 你在哪 我知道我知道您的意思 女生你不能随便 女生你现在不能随便进 小姨哥 你不能随便进 我来一下 送这边 你之后不要直接来公司或者家里找我 来之前也先跟我说一声行吗 这隔壁床来了个老大爷 小伙子 这是你媳妇啊 这是我妹妹 不是我媳妇 爷爷 他不是我对象 他年纪很大的 他可以当我爸爸了 当爸爸好啊 要你们结婚了 赶快生个大胖酒子 这就稳定了 佳许哥 你如果有什么要带的 你可以告诉我 我晚上带给你 我刚刚说的 那带给我 你也让你带给我的 她拦住在家里的 还是在家上的 可以吧 想看 以后我会控制好自己 您什么时候有空 不打扰的话 我好请您吃个饭 谢谢您送我回来 一天也没见对我这么尊敬 一口一口 我想起来了 这个您字的意思 是不是心上的你啊 是我爸爸跟我说的 理工往大五岁以上的人说话 就得加分成 就得说您 对不起啊 丧志 我今天可能没办法复约了 你先点点东西吃 别饿着了 我听你声音好像不太对 你是不舒服吗 如果我今天没有跟他约好一起吃饭 他估计就会强生下去 连医院都不会来 我给你说个秘密 哥哥 有好多好多债术 你欠了很多钱吗 不是钱 但是以为我说是钱 你等我长大 我赚了钱之后 我帮你一起还 我们丧志 你以后赚了钱 要给自己买漂亮的裙子穿 赚很多钱 帮哥哥还债 你说什么 都爱你家许谈女朋友了 这不挺好的吗 他终于开窍了 丧志 是 佳雪 他要试试 你是女朋友吗 你现在长大了 敢自己一个人跑这么远的地方来 见到他了吗 他不喜欢我 他嫌我最喜欢我 你 你是女朋友 enough